当地时间20日 智利发生两列火车正面相撞事故 造成两人死亡 9人受伤 中国驻智利大使馆确认 伤者中有4名中国公民 智利国家铁路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 事故发生在20日凌晨 一列载有1346吨铜的货运列车 与一列搭载有10名测试人人的客运列车 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南部圣贝尔纳多市相撞 撞击导致货车上两人死亡 客车上9人受伤 伤者中包括4名进行客车速度测试的中国工人 伤者已被送医治疗 监控录像显示 两列火车在高速行驶时相撞 目前尚不清楚为何客运测试列车 未能收到货车在同一轨道上反向时来的警报 当局表示 他们已拘留测试列车司机和一名铁路运营商 以鲁莽过失罪名进行审讯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因为来自知名的 我决定的 这么 challenges 感谢观看